这样好了 部长太密集了 部长先休息 我先请这个 部长请休息 对 我看你老委会好了 老委会的官员 老委会是王专门委员 是不是 是 你好 因为我们部长已经口干舌燥了 我们来休息一下 先请教您 这个法通过院会 势必是你们也是看过的 对不对 好 我要请问的是 老委会如何界定教师的定位 跟委员报告 因为救劳会立场 凡是受雇 雇主提供劳务 那获取工资的 所以我们都认为是老委 当然你确认他是劳工身份代表 那这个专业人士跟劳工代表 他的权利义务有什么差别 各位委员报告 因为在我们的劳机法的适用上 跟劳动三法适用是迥难不同的 像律师有可能会是受雇者 但是因为律师或者是医师 我们认为用劳机法来保护这样的 比较专业的 或者高所得的 那我再明确一点问你 教师法如果有很多一些 一般工会所没有的权利的话 有没有其他劳工团体会群起而效仿之 会不会有比照的可能性 所有大概现在的劳工朋友 叫劳工关系的话 仇主工会的保护都有了 换句话讲 你有仔细看我们修法内容吗 你知道我们教师法内容 那我们教师法内容所规范的 既有的权利的话 现在有的权利的话 包括教育部刚才也报告过 他有一些折衷的一些想法的话 我们要确定其他的劳工团体 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发生吧 因为我们政府是议题的 因为听说你们也同意 他们的折衷版本 所以我要确认你可以同意 否则我们将来 我们在审议的时候 主席没有办法下决定 如果单纯就胜出制度这个部分 如果维持院版 因为当时当初教育部 现在不是维持院版吗 如果不是维持院版 在我们来开会之前 我们也做内部讨论 也跟我们展望也来做沟通了 那假设我们是单纯 把胜出制度回复 让教师有多一个救济的管道 救劳会的立场 我们当然是乐观其成 但是如果在申出制度上面 在外加的一部分 就是说某一些事项 只能进过申诉以后 就不能用劳之正义处理法 那这个状况就不同了 因为劳之正义处理法 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 那如果有些事项 进了申诉以后 就不准透过劳之正义处理法的 所有的制度的权力 他通通都没有了 那这个可能就跟 我知道你面对的是一个全局 那我们今天会有一些 折衷的想法 因为既然教育部出面 做了一些协商 你要很仔细的看每一个字 我们也不希望我们修法的结果 造成你们贵单位 未来的困扰 好不好 第二个我问你 如果今天五就是 因为五月一日就是 工会法实施了嘛 假设我们今天这个法案没通过 你认为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我们看到教师会的诉求 认为说 没有通过也不会有影响 会不会有影响 我们期待我们劳动三法 还是维持在 今年的一百年的五月一号 这次实施 当然教育三法能够 尽快地完成修法 就我们行政一体的立场 我们也是希望 这个赶快修设通过 让整个教师的劳动权力 有一个比较崭新的面貌 而不是说我们这一块是新的 那教育三法去维持 还是以前那个制度 当然这样的状况 是不设最理想的 所以我们就让会讲 你认为时间是有绝对的急迫性的 我们也 在我们立场 我们也非常期待 也愿意协助部里的教育部 一起把这个 好 我想你表达很清楚了 我们下面请全市部代表 谢谢 王专门委员 老委会王专门委员 你来的时候没进你 要行李 是 这个因为全市部也姓王 所以他大概误解了 好 王思达 我想请问您 规矩在这个申诉与宿院存在 就是等于是 如果是并存 它是法性 你们在院会讨论的时候 如何表达的 可以会后我们再恰行那个保姓会的意见在 哦来不及了 我们今天要处理法案 你现在就赶快回去弄清楚好不好 因为他不是全市部的主管财责了 他是那个工人既保障 不管如何这个问题 你今天来代表这个系统 人事管理的系统 你回去赶快弄清楚 否则稍后我们的协商会出问题好不好 好 您请回 下面请部长 部长喘一口气了 忘记行李了 不行的 那个王思达 谢谢 否则我们主席会就这样 谢谢赵委员 这个部长很辛苦 刚才您也知道 既然5月1日的时薪是要使协商的 这个有时间的压力 我相信我们今天乐观其成 希望把这事情促成 但是这个涉及法律的竞合了 通常我们讲 责法适用 当然是新法由于旧法 我们特别法由于普通法 当然我们如果实在是看不出来 当然是对当事人最有利者 所以我想既然你修的是教师法 我们认为你今天提出来的责中版本 似乎有比较像教师的诉求倾向 我倒不认为你不合适 但是我要请问的是 您对这个修法的争议点 协调各方的结果如何 因为我知道上一次我们就列入一层 我们这个政经理政委员很清楚 我们列入一层 临时抽回来 就是希望大家经过协商之后 由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版本 但是我必须要你检视两点 第一你的责中版本 如果是各方可接受 不然很美 但是第二 假设你修正了版本 只是目前无争议 事后会有流弊的话 我们是不能通过的 就这两点请你明确表达 是教师这个有关保留申诉 后来经过教师团体来沟通 他们认为这样对教师的权益的保障 会比较有利 当然对学生校园的安定 学生权益的保障 我们也没有受影响 家长会后来我们跟他们沟通 他们颜色上也可以接受 至于教师评鉴 这次我们并没有放进去 因为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沟通 至于这个二分之一的问题 那么大致上 我们认为这个是社会可以接受 是我是觉得你是不是我感受 有点避重就轻 第一你这一次所有的修法方案 并没有包含教师评鉴的部分 那这一件如果我说 因为有头债有主 可能是双方增值的一个焦点 那家长团体校长协会 主张相关的机制 应该一并的建立 这次是完全没有数级 是否贵部的确有规划 这一方面是不是势在必行呢 这一次是只要配合劳动三法 所以涉及到教师的权益的部分 所以教师的专业 这个评鉴问题 我们会进一步下一波 在做共事的建立之后再提出 所以说你避重就轻 是因为包括霸凌事件在内 我相信房间很多的传闻 也就是老师跟校长之间角力 然后这个教育场域 发生了一些紊乱 校园生态变成不同 当然也有家长的一些新的观念的注入 所以我们是期待修法的结果呢 是无论如何受伤最重的就是学生 不管你老师是校长的争议 是家长跟老师之间的争议 或者是其他的场域行政人员的一些问题 最后受害的是学生 所以我们本委员会真正的关怀 终极关怀是学生的福祉 没有错 也就以学生为了 所以我们希望虽然是急救章 我们今天好像必须妥协于一种现实呢 可能是要急切的帮你通过 就是为了五月一日这个公会三法的这个 通过做一些调整 但是你留下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比如说你教评会的组成 它会牵涉到 我早上我提法 提这个法律 这个提案说明的时候 说过的 这个纽约市长讲的 last come first out 这样子的系统 有没有可能会美梦 这噩梦成真 另外这个时间 这个老师时间的这个规范 这个这个在校时间的规范 老师的福利 待遇老师的组织 他的层级 那申诉诉讼 这样的一个层级组成 甚至评议会的组成 甚至护理老师准用的规定 劳动三法 这些授权 是不是有需要的过渡 还有老师重大的事件 包括待遇福利退休 抚恤之前保险 这些必须有全国一致性 而且真的是非常重大的事件 如果我们予以排除 如何予以适当的规范 我觉得教育部 要有全盘的思维 我们也会继续的监管 继续的我们不会松手的 最后的终极关怀 学生福祉 我们可以妥协于 一时时间的压力 做一些片段的修法 但是整体教师法的修订 我希望你们在两个礼拜以内 给本委员会非常明确的时程 好不好 是 我想教师评价未来会纳日 但是内容跟方式 跟影响的情形 都还在协调当中 谢谢 本席是 基本上我愿意妥协于 这个时间的压力 但是对于相关的议题 我们绝不松手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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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